你好,今天为你解读的是《古怪的身体,时尚是什么?》 这本书的中文版大约有11万字,我会用大约20分钟的时间为你来讲解书中的精髓 从哲学的角度,探讨时尚的在体,身体,以及时尚本身 我们每个人的身体都有着这样那样不同的特征 每个人对待自己的身体,也都抱着又爱又恨的心情 穿衣打扮更是我们每天都无法回避的话题 人为什么会通过穿衣服来隐藏自己的身体呢 我们真正想隐藏的到底又是什么呢 时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看似奇葩的街头潮流,其背后隐藏的信息又是什么呢 今天我们要说的这本《古怪的身体,时尚是什么?》 就将揭开身体的奥秘,并且揭示衣服带给身体的自信和自由 通过这本书,你不仅可以更加了解自己身体的小秘密 还可以知道为什么时尚圈总还设计出那些奇奇怪怪的衣服 以及这些衣服所传达的信息 可以说《古怪的身体,时尚是什么?》 就是一本关于时尚的身体论 本书作者旧田清一是对日本当代设计师影响最大的哲学家之一 他也是日本大古大学教授,大阪大学名誉教授 曾任关西大学文学部教授,大阪大学校长 2015年,旧田清一作为理事长、校长 开始任职于京都市立艺术大学 其作品分散的理性、时尚迷宫以及听的力量 也曾在日本获得多个大奖 好,那介绍完了本书的基本情况以及作者概况 那么接下来我将从三个方面为你来阐述本书的内容 第一,我们的身体只是我们想象的产物 第二,我们通过衣着打扮对身体进行加工 这就是时尚的起源 第三,存在于传统时尚概念之外的衣服 只在批判人们无意识接受的价值标准 好的,首先我们来看的是第一个重点内容 我们的身体只是我们想象的产物 尼采说每个人距离自己最遥远 苏氏说不识庐山真面目指缘身在此山中 可以说这些话完全适用于我们与自己身体之间的关系 我们对自己的身体真是了解太少 当我们年轻力壮的时候 我们一味的使用身体 对它根本毫不在意 而当我们年老力衰时 衰老和病痛倒是开始提醒我们身体的存在 而面对它们 我们却只能被动的应对束手无策 如果说身体是一台机器 那么它就是一台没有配备使用说明书的机器 也正因为如此 我们就禁不住发出这样的疑问 我们的身体到底是什么呢 关于身体 我们到底能够了解多少呢 本书作者旧田清一也在思考同样的问题 而且他得出结论说 我们的身体只是我们想象的产物 旧田教授为什么说身体只是想象的产物呢 我们的身体不是实实在在存在着的吗 怎么变成了想象的产物了呢 原来旧田教授之所以这么说 就是因为我们根本看不见自己的整个身体 我们看不见自己的后背和后脑勺 女孩子们更看不见自己的私密部位 最令人费解的是我们竟然看不见自己的脸 当然你可能说这脸怎么看不见呢 用镜子都能看见脸呀 的确用镜子是可以看见脸 而镜子也确实帮了我们大忙 但是你要知道我们用镜子看脸的时候 看到的只是那个时刻的脸 而我们永远无法看到自己面对别人时的脸 无法看到自己在跟别人交流时的面部表情 不是吗 而且即使用镜子 我们也没有办法看见身体的内部 我们只能通过医院的设备 看到照片上陌生的器官 看到以后更是没法对它产生熟悉感 好像和自己没有什么关系一样 甚至当身体内部的某些器官发生病变时 我们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 只能被动的接受 这么说来 我们离自己的身体真的是比想象还要遥远 我们每天关注到的只是身体的片段信息 而自己的整个身体 真的就像旧田教授所说的 只存在于我们每个人的想象中 原来我们的身体只是一个象 是我们想象的产物 接着旧田教授还说 正因为身体只是想象的产物 所以它就会显得特别的脆弱和敏感 比如说有人紧盯着你的身体时 你的这个想象的象就会发生动摇 让你不知所措 为了避免这种问题 我们会采取各种手段来加深身体的象 从而减轻脆弱所带来的不安感 那么加深身体的象的手段都有哪些呢 第一种手段是激活皮肤的感觉 比如泡澡 日光浴运动 以及同他人身体接触等 这些行为可以激活皮肤的感觉 从而加深我们身体的象 第二种手段是通过穿衣服产生的触觉 当我们穿着衣服 衣服随身体运动 与皮肤产生接触的时候 这种触感可以让平时看不见的身体轮廓 清晰起来 从而加深我们身体的象 除了通过穿衣服产生的接触之外 第三种手段 象的分割 也可以达到强化象的目的 比如裙摆的位置在哪 露不露出脚踝 袜子的上端到哪里等等 这些都把身体的象做出了分割 把象加以强化 另外旧田清衣还说 这种分割也可以直接在皮肤上进行 比如口红 就可以将嘴唇分割开来 眼线则可以围住眼睛 把眼睛分割开来 甚至指甲油 手镯等都可以将身体分割开来 分割开来以后 身体这个象就得到了强化 好了 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说的第一个重点内容 我们的身体只是我们想象的产物 在这部分 旧田清衣探讨了我们与自己身体的关系 并且指出 我们对自己的身体了解甚少 身体只是我们想象的产物 只是一个象 而且这个象非常的脆弱敏感 因此我们就需要采取各种手段来加深身体的象 说完了这个 我们接下来要说的是今天的第二个重点内容 我们通过衣着打扮对身体进行加工 这就是时尚的起源 刚才我们说了 如何通过对身体的象征性分割来前化身体这个象 其实对身体的分割属于对身体表面进行加工的方法之一 而除了这种方法之外 还有另外一种对身体加工的方法 那就是我们的衣着打扮 那么到底我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有意识的选择衣服 对自己的身体进行加工呢 旧田教授给出了答案是青春期 在青春期 我们的自我意识开始萌芽 我们开始在意别人的目光 在意自己在别人眼中的样子 所以这时 我们开始自己选择衣服 开始我们个人的时尚之旅 青春期的我们 通过自己选择的衣服 表达深藏于我们内心的主张 衣服就像我们的皮肤一样 彰显我们的个性 而时尚也是如此 它是社会的皮肤 表达深藏于社会中的主张 大体上说 服装是个人形象当中 社会规范的体现 比如说服装可以体现 一个人的性别 性格 行动模式等 但这种规范 中规中矩的穿法 始终会让人不舒服 因此身体开始通过其舒适程度 来确认自己想穿什么衣服 这与其说是一种反抗 不如说是一种随性的尝试 是我们寻找自己的必经之路 我们在时尚中不断的尝试 不断冒险 不停犯错 直到我们找到自己为止 因此说 我们在身体表面 进行的这个叫做时尚的游戏 这个社会性的皮肤 其实就是我们寻找自己的过程 我们对自己的外在 进行各种加工尝试 了解自己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 另外说到服装中的社会规范时 我们马上就可以联想到什么呢 恐怕大多数人立刻想到的就是制服 所谓制服 就是人们参加仪式 竞技运动 以及从事劳动 或者教育工作时所穿的统一服装 制服表面上给人一种整齐划衣的统一感 能够起到束缚和控制精神的作用 它消除阶级 职业 出生等差异 压迫个人的自我意识 忽视人的独特性 制服甚至被认为是不自由的代名词 因为它无处不体现着规章制度的约束 因此当我们想通过穿着打扮找到自己时 首先反抗的就是制服 关于这一点 咱们可以去看看学校里 那些不穿校服的学生就可以知道了 但是除了上述负面作用 制服却还有一个让人感到舒服的作用 那说到这儿你可能会说了 制服还能让人觉得舒服吗 我可不信 好那咱们呀 先别着急下结论 来听一下旧田教授是怎么说的 旧田教授指出 制服可以为我们省去选择和尝试的过程 这个过程是很曲折很艰难的 因为过多的选择让很多人迷失了自己 然而制服就可以为我们免去这些麻烦 它直接给我们明确的身份定位 让人倍感轻松 另外除了免去麻烦之外 制服还有另外一个好用途 那就是它可以把我们藏起来 当我们不想抛头露面 不想被认出来的时候 只要穿上制服 那么瞬间就没有人知道我们是谁 我们就隐藏在了众人之中 制服可以给我们清晰的身份定位 当我们迷失自己的时候 身份可以让我们安心 那么身份到底是什么呢 是指你所在的地方吗 还是你存在的价值呢 我们如何意识到自己的身份呢 我们接近自己所创造的形象 就是符合身份吗 在这里旧田教授一连串提出了这么多 关于身份的问题 而他的用意就是想告诉大家 不要被身份这个概念给困住 只要我们不陷入对身份的认同时 我们才是自由的 好那上面就是为你分享的第二个内容 我们通过衣着打扮对身体进行加工 这就是时尚的起源 时尚其实就是我们寻找自己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忽视独特性的制服 就成了首先需要被反抗的东西 然而制服并不只有负面的作用 旧田清一还指出了制服令人舒服的一面 最后他由制服联想到了有关身份的议题 并且告诉我们不要陷入对身份的认同中 应该给身份适度宽松的空间 好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说的是今天的最后一个重点内容 存在于传统时尚概念之外的衣服 旨在批判人们无意识接受的价值标准 刚才我们说了时尚就是从我们打破既定的穿衣规则 不断尝试自己的形象开始的 接下来古怪的身体就要来介绍 存在于传统时尚概念以外的衣服 这些传统概念以外的衣服 成了当下的年轻人的时尚 虽然这里说的肯定是日本的年轻人了 但时尚的潮流从来都是不分国界的 我们完全可以从中看到我们国内年轻人的影子 那么日本年轻人的流行时尚是什么呢 咱们接下来就来看一看 旧田教授说 现在日本年轻女孩们的外套有一个共同特点 这个特点就是袖子特别的长 这个袖子能长到什么程度呢 盖住半只手那么长吗 我只能说你的猜想还不够大胆 女孩们的袖子可远远不止那么长 她们的袖子大多要盖过手指甲 有的甚至要长过手指甲十到十五厘米 这种长袖子的衣服穿起来舒服吗 旧田教授自己还真就亲自体验了一把 有一次她被一件由山本药丝出品的深茶色西服所吸引了 可试穿的时候发现袖子实在是太长了 想让店员帮忙改一下 可谁知店员却说 请您啊就这么穿 这么穿才流行呢 旧田教授听了店员的话 原封不动的穿上这件衣服 刚开始这件衣服让她遇到了很多麻烦 她没法拿手提包也看不见手表 反正无论做什么事 都得先把袖子给挽起来 她觉得这个袖子实在是太不方便了 但是穿着穿着 你猜怎么着 旧田发现了这件衣服的魔力 那么这魔力在哪呢 她发现长袖子让她不再急着应对各种状况了 她不再想接下来要干什么 整个人都放松了下来 不用再像之前那样 为了应对各种突发状况 而让身体长期处于准备状态 而且这件衣服还让旧田教授开始反思 我们平时用的背包的作用 她发现其实背包这个东西 它本身就是一个准备 包里面放着各种为未来所准备的装备 记事本准备着 万一要记录什么东西 手机准备着 万一要接谁的来电 雨伞准备着 万一要下雨 等等等等 但是这样一件长袖子的衣服 让我们干脆放起了背包 放弃了之前为未来做好准备的紧张心态 旧田教授还风趣的把这件衣服 叫做没准备的衣服 这种没准备的衣服 让我们活在当下 改变我们的心态 甚至有可能改变我们的人生 好呢 说完了没准备的衣服之后 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看一看反过来的衣服 这种反过来的衣服 看起来就像是把好好的衬衫 或者T恤反过来穿 但是实际上 它是一种让缝合线外露的设计 是一种独特的风格 为什么这种设计会流行起来呢 旧田教授说 要想搞清楚这个问题 就得弄清楚 我们的身体和服装之间的关系 从空间角度看 衣服处于我们的外部 身体处于衣服的内部 那么反穿的衣服意味着什么呢 它就意味着身体跑到了衣服的外部 这就体现了身体和衣服之间 不同的空间关系 而之所以要设计这样反穿的衣服 这样的设计之所以会流行起来 其实就是为了摆脱那些 穿在身体外部的标准的常规的衣服 好 那说完了前两种时尚 第三种是什么呢 第三种就是跳出性别的衣服 我们都知道 性别差异已经深入到 我们的意识当中 甚至已经被制度化了 但是穿九宝灵的衣服 就跳出了性别 早在1995年 它就开始设计这种 跳出性别的衣服 在一次时装秀上 穿九宝灵让伸展台上的模特 穿着以男性银灰色西装 为基础设计的衣服 整场的模特看上去 都特别的神清气爽 尽管身穿男装 但却挡不住女性气质的涌现 让人赞叹不已 但是旧田教授说 对已经深入人心的性别差异 进行破坏 这并非是意识 穿九宝灵 也是在别人异样的眼光下 走过来的 因为女性这个属性 本来就有很多关键词 比如小鸟依人 楚楚可怜 还有性感之类的 但是穿九宝灵的设计 既不去呼应这些属性 也不去反对这些属性 它只是直接面对 女性的生理属性 去掉所有关于 女性化的既有概念 用无性的服装 去表达真实的女性 总的来说 这些超长尺寸的衣服 反穿的衣服 以及跳出性别的衣服 都存在于传统时尚概念之外的 年长的人 根本看不惯这些奇装衣服 但是如果你也认为 涉及这些衣服 只是为了吸引眼球 引人注目的话 那么你也错了 旧田教授认为 这些传统时尚之外的衣服 是有力量的 这种力量来自于 他们所带有的批判性 那他们要批判什么呢 他们要批判的就是 我们无意识接受的价值标准 好 那这就是今天为你分享的 第三个内容 存在于传统时尚概念之外的衣服 旨在批判人们 无意识接受的价值标准 在这部分 旧田教授向我们介绍了 传统时尚概念以外的衣服 比如超长尺寸的衣服 反穿的衣服 以及跳出性别的衣服 这些衣服并不是为了吸引眼球 引人注目 而是为了挑战人们 在时代中无意识接受的价值标准 这就是这些衣服的力量所在 好了 那说到这 今天我们聊的内容就差不多了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 今天我们所说的要点 首先我们说到了 我们的身体只是我们想象的产物 古怪的身体在开篇就探讨了 我们与自己身体的关系 作为时尚在体的身体 我们对它了解甚少 其实身体只是我们想象的产物 只是一个像 而且这个脆弱敏感的像 需要我们采取各种的手段来强化 类似泡澡 日光玉等我们平时不经意的行为 都在强化身体的这个像 其次我们说到了 我们通过衣着打扮对身体进行加工 这就是时尚的起源 古怪的身体中指出 在青春期我们开始自己选择衣服 开始了个人的时尚之旅 时尚就是我们寻找自己的过程 而在这个过程当中 制服成了大家一致反抗的东西 然而对于有些人来说 制服也有着令人舒服的作用 接着旧田教授 由制服联想到了身份的议题 他告诫我们 不要陷入对身份的认同 因为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得到自由 最后我们说到了 存在于传统时尚概念之外的衣服 旨在批判人们 无意识接受的价值标准 在最后一个部分当中 古怪的身体为我们介绍了 三种传统时尚概念以外的衣服 包括超长尺寸的衣服 反穿的衣服 以及跳出性别的衣服 涉及这些衣服的意义 其实是为了挑战人们 无意识接受的价值标准 打破时尚 总而言之 古怪的身体这本书 让我们对时尚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与此同时 还让我们学会了 以哲学的视角看待问题 可以说旧田教授 只是想通过时尚这个媒介 引发我们对生活 对人生的思考 所以说这本书 并不是一本讲时尚的书 而是一本讲人生的书 我们真的有必要 认真读一读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总结 恭喜你又听完了一本书 想要每天听本书 请搜索微信公众号 探书 探是探索的探 关注探书FM 我们不见不散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